怎么 已经吓得不敢出手了吧 我还没用权力呢 挡下这一击已经让你这么吃力了吗 八级也太差劲了吧 不对 这个十三不简单 他这是在试探 莫 用权力 他隐藏了实力 多谢十三兄弟手下留情 我认输 恭喜王兄 这次找的外援太强了 一条二直接碾压 十三小友不愧是八级拳的传人 输给八级不冤 程家主过奖了 这就赢了 卧槽 我还没反应过来呢 十三也太强了吧 难怪上次打我跟王一样 陈家主 我们认输 好 那么我宣布 本次擂台的获胜方式 不 我不信 他怎么可能这么强 我努力这么多年 就是要超越所有同辈人 我不会输 十三是你逼我的 十三 小心 不要 王八蛋 我要你的命 王苍天 程道坤 你们也要与我陈家为敌吗 陈兄 令郎在认输后 还对十三出手 而且用的还是夺魂针 其今很多众人可见 现在是自食其果 咎由自取 你这时候 却对一个晚辈动手 不妥吧 陈兄 夺魂针属于禁忌之物 这是国术界大家公认的 为何陈墨手上会有 你是不是要给我们一个解释 想要解释可以 先等我杀了这小子 到时候给你们解释 你这是要跟国术界为敌了 为敌 那又怎样 杀我而辙 我定要取其性命 什么 半步宗师 你居然达到了半步宗师 怎么 你们还要阻拦我 看来你们是不知道 死怎么写 那我就先送你们上路 爸 爸 丁 触发制限任务 杨宗师威严 奖励处物空间 这个奖励新鲜 不错 你是不是当我不存在呢 十三小友 你这是 怎么可能 你怎么可能接触我的攻击 区区半步宗师 接触你的攻击很难吗 宗师 十三小友是宗师 你儿子认输在前 偷袭在后 若不是我还有些手段 恐怕现在躺地上的 就是我了吧 你儿子属于自食恶果 我杀了他 你有意见 我 我没意见 希望十三宗师 能原谅我的唐突 放过陈家众人 原谅你 你觉得 我是那种好说话的人吗 求十三宗师凯恩 废墟俱修为 自断双腿 我便不追究 你陈家的责任 不然 谢宗师不杀 丁 恭喜宿主完成任务 奖励储物空间 奖励系统升级功能 系统升级将在一天后完成 为保证系统稳定 请宿主尽量 不要触发制限任务 好了 既然赢了 我就先回去了 十三 等等我 这尼玛就过分了 十三是宗师 我特么辛辛苦苦十几年 暗禁都没达到 他就宗师了 人比人气死人啊 风轻 王家主 都起来吧 我之所以隐藏身份 就是不想发生这样的事情 你看 你们这一个个跪着的 我站着多尴尬 要不我也跪一个 十三宗师 这个玩笑开拨得 没劲 算了 事情解决了 风轻 你送我离开吧 大哥 风轻好像跟十三宗师 关系极好啊 是不是合一 风轻的幸福 要得自己点头 我不想插手 不过等他回来 我们问问看 若是他有意 咱们可以谋划一番 嘿嘿 甚好甚好 我那可怜的妹妹啊 你就要被你亲爹给卖了 陈有之 你来我王家想要做什么 替你哥哥报仇吗 王家主多虑了 我这次来是希望 见十三宗师一面 顺便邀请十三宗师 今晚前往皇朝酒店一叙 我陈家将亲自赔罪 以求获得十三宗师的原谅 原来是这样啊 十三宗师已经离开了 那我这请见 能否请风轻小姐帮忙转达 我陈家感激不尽 行吧 多谢王家主 若是十三宗师答应前来 还望王家主一起赏脸前往 知道了爸 我会跟十三讲的 怎么了 陈家送来请柬 邀请你晚上去皇朝大酒店 说要隆重地跟你赔罪 他来陈家这次是真的害怕了 算了 给他们一个心安吧 小妹妹 你没事吧 没事 我没事 哥哥姐姐 你们帮帮我 有人追我 小子 我劝你少管闲事 给我们让开 这可是罗大少看上的人 罗少 皇朝大酒店的那个二世祖 嘴巴放干净点 我们罗大少 可是未来皇朝酒店的当家人 这个丫头将我们罗大少的衣服弄坏了 要她赔偿二十万不过分吧 我只是走路碰了她一下 衣服怎么会坏呢 你们这是无赖 无赖 做错事就要有承担代价的觉悟 你要是没钱也没关系 跟我们罗大少喝一杯就行了 怎么样 挺划算的吧 趁我心情还好的情况下 赶紧滚蛋 小子 你是打算英雄就没了 那也可以 他赔偿的二十万 就由你来套吧 小子 你有种 居然敢得罪我们罗大少 你给我们等着 别害怕了小姑娘 他们都被赶走了 对了 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北宁音 北宁音 啊 头好痛